你获得变身迪加雷欧特利加与奈克斯斯的能力 在杰德奥特曼的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 如今你与小鹿兵分两路 去收集利特鲁之星 一天之内激活了六枚奥特胶囊 在听说沙漠中发生的时候 你眉头一皱 两个杰德 原剧情中没出现过这一情况啊 而那个能让人喷出水资源的利特鲁之星 应该是逼亡阿古鲁的奥特胶囊 很快 小鹿寻找到另外三个利特鲁之星的持有者 一个只要连续说两个单词 就会不受控制的发射光线 另一个老师仅仅站在讲台上 肚起眼就会喷射激光 最后个残疾人更离谱 虽然处着一根拐杖 但他却能百米冲刺多奥运金牌 前两个小鹿都很顺利 唯独这个 他不得不请默克过来给对方治疗 再用三千万现金砸下去 才得到此物 现在还剩最后一枚 是在一只袋鼠身上 你与小鹿一同前往澳大利亚 终于找到那只袋鼠 小鹿你上 下一秒 袋鼠一拳轰飞了小鹿 什么 小鹿脑子嗡嗡作响 这玩意儿一拳打飞了我 开玩笑 我可是奥特战士 怎么可能被一只袋鼠给轰 又是一拳大飞 见此心情 你紧忙用麻醉枪射击 袋鼠却化作一道残影离开了原地 哦吼 花活还挺多的 一旁小鹿气急败坏 平安哥 再多花活 他还能飞不成 话音刚落 只见袋鼠腾空而起 一副悲悯识人的模样 这他妈是袋鼠 你说是神仙我都行 等等 你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力量强大速度快 还会飞 难道是狄家的能力 小鹿 这玩意儿交给我 严毙你飞上天空展开追击 袋鼠也不蠢 知道打不过你 卯足了叫往远方顿去 渐渐的 一人一兽飞出了澳大利亚 跨越了南极 跨过两大洋 飞过一片大陆 妈妈 你看天上有一只袋鼠在飞 我看你像个会飞的 带我安来感擦 老公快来看袋鼠侠 布莱克大陆 你总算追上袋鼠 与他在绿洲旁进行肉活 袋鼠输了 他是有敌价的能力 但不会宇宙换手拳呀 正当你想把他绑回去时 发现一旁有个土著 手里还会喷泉 哦吼 买一送一 严际此 你打算跟他进行点PY交易 谁知对方头也不回地跑掉 不远处 辅警出K巡视完周边情况后 确认杰德已经离去 所以拍了拍 刚亚的肩膀 待会可能会有怪兽出现 记得要消灭他 刚亚疑惑 你怎么知道 你这是要去哪 辅警出K摆了摆手 人有三级不行啊 带来到偏僻处 拿出升华器与怪兽胶囊 爱雷王 爱死杀手 融合升华 闪电杀手 登场 刚亚看到怪兽出现 当即也拿出升华器 You go I go Here we go 融合升华 督鼠刚亚的杰德登场 此时辅警出K看到部落有两道光 笑了 居然有两个利特鲁之星 真的是太棒 嗯 怎么是只袋鼠 不管了 先造成恐慌要紧 正打算动手 辅警出K的目光 刚好与你对上 那只要破坏的小手 突然变得无处安放 你笑着开口 好久不见啊 辅警出K先生 跑 一定要跑 当即转身离去 却被刚变身完毕的 刚亚抱住 狗贼 你作恶多端 今日我要杀了你 我他妈 辅警出K哭了 他是真的哭了 刚亚 你还真他妈正义感爆棚啊 看到传新的杰德登场 你逃出胜利神光棒 一个回旋跳至空中 火焰 齿龙圈 看清了辅警出K忍不住破口大骂 明明是飞梯 火焰你个锤子圈 哼的一声响 辅警出K被踹飞出去 刚亚愣住了 这个奥特曼跟迪家长得好像啊 难道两者有父子关系 刚亚也冲上去狂揍闪电杀手 每一击都是往死里打 此时此刻 辅警出K都快吐了 本来一个刚亚 他还能演演戏放放水 可现在有陈平安在 能不死就不错了 想到这 辅警出K做出一个决定 这顿毒打是挨定了 但那两个利特鲁之星 必须拿到 所以在被你一发小型光剑击中时 故意倒在部落旁边 把袋鼠和迪布里多吓到了 接着刚亚随之赶来 继续开始快乐毒打 迪布里多与族人连忙大喊 对对对 奥特战士快消灭他 华音刚落 身上闪过一道光芒 利特鲁之星就这么进入到刚亚体内 而袋鼠也跳到你头上 面对怪兽 他觉得你充满着安全感 体内的利特鲁之星也随之流出 辅警出K见状 心中很是欣慰 至少拿到一个了 所以站起身子对着刚亚大喊 来得不死的牛 哄哄 十字冲击波与仔佩里奥同时射出 直接将其轰爆在沙漠之上 接着一道暗红色光芒飞向远方 化作受伤的辅警出K 这个刚亚下手真狠 差点没把我给打死 什么打死 辅警出K被吓得不轻 我意思是 刚那只怪兽就得狠狠打死 说吧带着刚亚离开了布莱克大陆 几分钟后 你从迪布里多口中得知 他的利特鲁之星给了刚亚 可对方早已不见踪影 刚那个星杰德 看着不太像和辅警出K是一伙的 主要是那发十字冲击波 像带着四人恩怨般 几天后 你与小鹿收集完毕二十枚胶囊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奖励随机超能力 灵魂出鞘 你有点难受 这娃娃目前好像没啥用啊 算了 聊胜于无吧 另一边 辅警出K终于十来运转 带着刚亚收集了九颗利特鲁之星 太好了 还差一颗利特鲁之星 贝利亚萨玛就可以恢复全胜石器了 华音刚落 他的身体爆发出一道金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第十个利特鲁之星居然在我身上 星云庄 你叫来令人商量一番对策 你对辅警出K有点无可奈何 每次要抓到他时 因为镜子骑士的能力总能逃掉 最终塞罗决定回光之国一趟 把镜子骑士叫来解决 没有傲比他更懂镜子 而小鹿趁这段时间 要求你给他加脸 未来那便宜老爹登场时 要好好尽孝一番 你爽快答应 但又没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谁知小鹿早已准备好 找了台吉普车过来 平安哥 我想像雷欧那样强大 请狠狠地鞭策我吧 随着吉普车创在小鹿身上 他飞出了数十米远 平安哥 用力踩油门啊 没吃饭吗 我看当初凤原眼里的害怕 不像是眼的 顶时拿教官有什么独门秘方 你无语 你以为凤原会有你这样的体质吗 火星上福井出K制作好十米奥特胶囊 正打算去找贝利亚时 一道光剑劈了下来 福井出K第一时间变成亡灵骑士抵挡 你是谁 我是谁 你偷了我的东西 还问我是谁 希卡丽气愤不已 传闻光之国的科学家都不是好惹的 所以制作出一个镜面空间离去 希卡丽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他去哪了 只好继续前往地球 这次任务是带货 哦不 是送装备 至于福井出K 交给赛罗就好 毕竟我只是个科学家 战斗里没他们般强悍 平原上 你都创报废十台吉普车了 小路依旧健在 平安哥 继续啊 李威 犯否 华音刚落 一道蓝色流光降下 是一个身穿橘色制服的男人 你们好 我是向远龙 来自光之国 请问话还没说完 他的身躯一阵 像是被附身了一般 陈平安 我是希卡丽 赛罗在哪 我找他有事 一旁小路疑惑 赛罗回光之国找镜子骑士了 你们没在服务区碰上吗 希卡丽无语 拿出四个胶囊和升华器 那你把这玩意儿给他吧 我先走了 你紧忙拦下 来都来了 不如留几天 那个倒走你胶囊的 辅警初K 是贝利亚的手下 似乎有大动作 希卡丽闹闹头 可我只是个科学家 嗨 别谦虚 给你一只贝蒙斯坦 你都能 不如留几天 我忘了 再去 无论 避免 找你 deal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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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